把危險當有趣 簡直就是在玩命 來看到台中有男子開車 疑似為了鬥後座女子開心 他竟然是把雙手放開 用他的左腳來控制方向盤 當下後座女子被嚇到花絨失色 趕緊要他趕快的正常開車 說會怕 但是更誇張的是 這名男駕駛絲毫沒有覺得危險 還比出夜不斷的大笑 反彈開車 你白X我會怕 交車上掌握方向盤的 不是駕駛的手 而是他的腳 女乘客下的花絨失色 精神尖叫 男駕駛卻自認為有趣 不斷大笑 影片店就在台中市區 男子開車行進台湾大道二段時 疑似為了鬥後座女子開心 竟然表演起特技 雙手放開方向盤筆葉 跟著抬起左腳開車 這樣不行啊 滿誇張的 應該一定要自止吧 很恐怖啊 就很危險啊 如果突然出狀況的話 你沒有辦法用腳做反應嗎 民眾看了一點不覺得好玩 也笑不出來 對駕駛的危險行進 警方表示已經觸發 本案因影片 無實際發生時間 且沒有車牌號碼 為人查知行為人身分距開罰 男子行為明顯屬於危險駕駛 一道交條例最重可處三萬六千元 並當場禁止駕駛 之前在台南才發現有駕駛 讓小孩坐在腿上左轉右轉控制方向盤 台中的駕駛也不遑多讓用 早開車 離譜行進不禁令人捏把冷汗 記者陳章洪傑明 台中採訪道